日本綜藝天王田春春主持男女糾茶隊 紅頭半邊天 辛辣的搞笑風格讓觀眾百看不厭 可惜最近電視台的尺度越來越保守 比的小春轉戰付費頻道 開設新節目田春春在電視台絕對不能做的 該節目秘密調查並偷偷拍攝目前最火的風俗產業 節目甚至找來偶像女團NMB48的前成員 山田蔡菜觀賞助理導播實際體驗按摩療程的直播畫面 原本是偶像出身的山田蔡菜 完全無法接受製作單位這麼大尺度的直播 中途不斷爆出一陣又一陣緊呼尖叫 雖然感到很羞恥 但山田蔡菜還是忍耐著全程看完 節目播出後引起粉絲一片撻伐 認為山田蔡菜大受驚的模樣領人心疼 也有人認為她不該接下這種節目毀壞自己青春的形象 不過山田蔡菜並沒有太在意粉絲憤怒的抗議 她仁照湯錄製下一集內容 知道硬招戰拿兩尺撤樑小姐上空三圍 再次重磅摧毀她在粉絲心中的青春行蝦 請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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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坐